剛才走上山 現在來到西貢這個位置吃 想走 想走的原因是因為這間 我覺得挺舒服的 價錢也不太貴 你看看這個牌子 它是很英俊的 很香氣 我想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一般的價錢也不貴 你當是70至90元左右 有個午餐是套餐 它有米的飲料和湯 湯和飲料也有 它也需要飯和意粉薯材給你選擇 大事是這樣的 它要絲的意粉 凍奶茶 我還沒看 我只顧著想拍攝而已 要紅酒和牛味 這個可以嗎? 那飯和意粉比較好 意粉 好 我要意粉 它還有黑松牛飯 我們等一下看看我會否可以 咖啡奶茶凍茶凍水朱古力和意粉 我要凍朱古力小榮 兩個一樣 好了 我先下單 來教你 非常有禮貌 絕對不介意 其實他們是很有禮貌 也很友善 我相信它不是因為我拍攝才會很友善 原因是我進來已經很禮貌 我剛才還沒開機 機器還是放在袋裡 現在才可以拿出來 所以我相信大家 特別熱情期 你又不知道去那裡吃東西 有時候進來西貢找一間食物 可能大家會先去吃海 進來西貢的人經常想先去吃海 我自己吃了很多次 我就覺得只有櫃子 還有叫做圍圍餵 去開 就好像推介 有種被人當水於湯的感覺 但是回到這個邊位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進來西貢市中心 巴士中站之前不是有一間滿記堂水的 走進來一點點就有了 這裡的佈置我大致上拍一拍 這個大致就是環境這樣 而原來這裡是有第二層的 上一層 即是還有位置 所以這裡其實也是比較寬敞的 其實樓上挺舒服的 我覺得靜靜的 有些音樂的優雅 可以撐海的 可以看到下面是這樣的 今天就是南瓜湯 我看到顏色也挺漂亮的 那它有些配料給我們 我是不是應該先喝鹽嗎 我很喜歡這個南瓜湯 它的奶味也挺香 至少不是分頭 還有一絲絲南瓜 很濃 也挺濃的 其實不用加鹽 加鹽 加鹽 今天它夠味 它很香 甜度應該是沒有狼狼 有點甜的 我只喝到它是純粹那些南瓜的甜味 只是加了一些奶油 我猜而已 總之很香 鹽就加了一點 或者它可能是用一些鹹影的味道 所以有一種鹹香味 為什麼我用這個形容 因為明明不是在吃脆的 但是你覺得 喝這些湯 是不是吃開那些扒 扒房 要有個包 很古代表 要有個包 蛋包的感覺 我就點了這個紅酒煮牛味 我要的意粉 我覺得它挺漂亮的 七味粉 哈哈 那這個是黑醋沙律 是黑醋 是黑醋 牛腩和牛筋很香 沒有牛尾 不是牛腩 我試試它的味道 很軟 它一點都不酥 但是很軟 如果它煮到八十八塊 如果它煮到這樣 它這個牛尾是挺香的 而且真的很軟 好像牛腩也很軟 嗯 這個好吃 那Thomas現在吃的就是脆脆雞 Edmond現在吃的就是鴨胸 好了 看看它那個鴨胸如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評價 怎麼樣 脆的 脆的 夠味 會不會 但是它會不會很乾 還是juicy的 juicy的 因為有些汁 如果你沒有汁 這些是香糊 但是那個鴨裡面是否juicy 你咬下去的時候 有口感 也有口感 好 Thomas 你嘗嘗脆脆雞 嘗嘗脆的雞 嘗嘗脆的雞 和黑松露飯 這裡是充滿著希臘風味的 認真 我只想知道我沒有氣 芝士雞 嗯 OK 它那些吾 我自己不是很瘦落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樣的 那你們可以給他評價 不用給他評價 芝士雞很漂亮 是跟餐的 它也是凍飲的加3元 對 很好看 整個小時都有點意外 我馬上喝了 還有他們是環保的 因為我看到他們是用紙飲 這個也是一個成本來的 其實真的挺意外 撞一下撞一下進來這間 叫什麼 這間叫什麼 這間叫什麼 好想看你大師 好想看你大師 你們有沒有人介紹一間食物 不知道這間店舖 叫什麼 咦 這個朱古力不是很濃 反而有點過甜 我自己個人因為很會甜 那可能其他人就覺得很OK 喂 Thomas你喝一口就可以了 我自己因為喝了一些不是甜的東西 那這個是過人喜好的問題 那Thomas就說OK 建議大家不妨走完山 輕鬆鬆鬆過度來 那你就去吃一頓 錯的 一百元以下可以吃到這樣的東西 在西貨我記得 我好多去吃 一堆海鮮 那就是我們這些麥克風 但是就不是想做這些麥克風行為 那我可以來吃一下這些 得錯的小食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還有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還有 按下你的鈴鐺 就是我們第一時間最新的資訊 是不是有東西想給我看呢 我們可以養著凌海鮮 有西式的做法 他竟然有圖片 好吧 那幫我們選擇一下 還有一些圖片 說明阿海沒有收錢的 P仔諾的 可以 P仔諾的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搞笑 多漂亮 好 謝謝 搞笑